你之前有没有这样子训练过 之前没有这种这么的强度的 就是自己一个星期练一两次 累的程度能接受吗 慢慢的接受 这个过程刚开始的时候很累 很累对吧 然后这一次你觉得就是我们也在一起一个月吗 一个月你觉得有没有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今天都是除了休息就是练球 然后对自己的技术的进步感觉非常的满意 非常满意 对 刚刚我们做了一个最后一个测试 就是从感觉上打球的投入感和自在上没什么问题 但是有些因为你的左手嘛 有些习惯上你要还是去改一改 然后还一个就是要根据实战的情况 去来把自己的特点放大 就是你看你的头领其实左手头领一般都比较弱 你也比较弱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大家都知道左手头领落 所以它打领会比较多 在实战里面这种情况会非常多 所以说正手都是左手的强项 对不对 那所以说这个头领回去还得测身落位 对 就是根据基本的训练我们要把它做好 然后还有的是要根据实战加强 对这个是两方面一起走的 它是中生学习的一个过程 然后这个小熊年纪也很小 九几的 九八的 然后也待了一个月 然后其实带领的教练我觉得还是比较认真负责的 教练你来讲两句 你来讲两句 评价一下你的学员 一天两天看上去没什么事其实很伤的 就会忘了 一两天那个感觉又得又花一两天要早回来 然后你这来回又去了四天的时间 对吧 好不来 所以说大家也是一样的 就训练 就尽量还是不要轻易的去休息 好吧 来点个蜡烛 来许个愿给你自己 许个愿给我们 好 帮我跟陈兄拍个照呢 来 见一下 不是我们的兄弟 我靠 那我给你来个浪漫的好不好 可以 帮我拉直一点 然后给你换个爱心 哈哈哈 对吧 可以爱的爱的 然后来一个 来一个强鼻 好 谢谢 一定要 坚持这个 就是 训练方式 然后回去了 这些 就来练的就是 相对来说 我认为是比较基础的 框架类的 但是如果在实战当中 如果再碰 对 再碰到问题之后 你还要再根据你的实战 再去针对 训练你的实战 这个你可以跟陈兄弟 一直都可以保持沟通的 没问题的 然后打球 一定要压成个习惯 我们应该把它录下来 自己看一下 好不好 家伙们再见 哈哈 又是一次很好的告别 希望 每一个能够来到我们这边 电球的人 都有一个好的结果 学习羽毛球 它已经终身的过程 然后我也希望各位 能够保持这种热爱 能够坚持下去 我们一起把羽毛的行业做好 我这里三百六十五天不休息的 测试是免费的 这是我的温馨 都给成为我的好友 你们想来给自己私信我 好 好